今天的教育界有一件事情也引发了关注 就是竟然有老师强迫学生跪在讲台前面的地上写字 被学生家长检举的学校老师是台中县外埔国小的五年级的诚信老师 学生家长检举说这个老师涉嫌不当的体罚 不仅强迫学生跪在讲台前面的地上写字 还将地上的垃圾倒在学生的书包里面 不过消防今天表示 这名老师的教学方式的确有不当之处 不过他应该是教学认真 想要好好的教导学生 相片中的学生趴在讲台上 因为讲台高度只有20公分高 学生只能整个趴着 头快要贴到讲台 也因为讲台的高度太低 学生双腿只能跪着 就因为学生的功课没写完 遭到老师这样的待遇 学生的家人很心疼 小孩子还要读书啦 所以我什么都不要再讲了 该讲的都已经讲了啦 打索心的打屁股 管教一下没问题 他还要打扣过分嘛 学生家长指控 这位陈信老师不仅用这种方式 要学生补写作业 还把垃圾丢进学生的书包和午餐袋 甚至在全班同学的面前表示 这两名学生已经被他列入黑名单 对此校方表示 老师不是故意这么做 或这样管教学生 是希望他们可以赶快做完作业 其实掉下去的纸细啦 或者一些纸张啊 放在学生桌上应该是OK的 可是是掉在他的包包里面 不是放在包包里面 那可能是风吹的下去 风吹下去 因为写作业基本上不太假当 这个我们必须跟老师做一个辅导 来改善 到底怎么来看待自己的角色 他如何去感受说 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 孩子被贴标签那个受伤的状况 教育团体表示 老师应该站在辅导者的立场 不该做出给孩子公开贴标签的举动 而校方强调不是故意将垃圾 塞进学生的午餐袋里 也不是刻意要学生罚贵 不过这样的管教方式还是引起争议 校方要召开校评会讨论 教育局也将尽情了解 看看老师是否失职 记得林健身彭幻群 台中报导 教育局也将尽情了解